美国前总统川普稍早在宾州 进行造势现场传出了枪响 最新情况根据美联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 现场巡获了一把AR式步枪 目前还需要进一步确定是不是凶器 另外根据BBC引述一位目击者的说法 表示目击者有向警方通报 可以看到男子持步枪在屋顶上走来走去 但是警方却没有理会目击者 这是我们说到的最新消息 而前总统川普在宾州的造势上台 不到十分钟就传出了枪响 密集局人员虽然立刻冲上前 但是川普在过程中还是有受伤 详情要交给记者黄宇轩 上台不到十分钟 现场传出好几声枪响 前美国总统川普立刻压低身体 后方支持者也跟着蹲低 密集局人员火速冲上台保护川普 美国时间13号川普前往宾州造势 没想到上台开奖不到十分钟 竟然传出枪响 川普虽然立刻蹲低 但过程中有受伤 被密集局人员扶起来时 脸颊能够看到明显血迹 尽管受伤 但川普离开前还向支持者比出拳头 高喊继续加油 现场爆出一阵欢呼 造势场合惊传枪响 白宫表示拜登已经接获消息 现任众议院议长强身 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都立刻在个人平台上为川普祈福 川普竞选办公室随后也发出声明 强调川普虽然受伤 但人没事 感谢密集局人员的协助 至于枪手已经被制服 但犯动机还有待理清 为何川普的造势场上 会让枪手有机可乘 后续川普被带离现场 伤势状况如何 及现场死伤情形 我们要马上把时间交给国际组记者慧云 好 主播各位观众 我们持续带你来掌握 是前美国总统川普 在宾州造势的时候 遭遇了枪击的重大事件 目前知道现场的死伤 包含这一名枪手在内 总共是两死两重伤 两重伤的是川普的支持者 很不幸的参加造势活动 结果遇上了枪击事件 变成了重伤的病患 那么根据这个 我们现在掌握到的消息 前美国总统川普他本人的伤势 倒是算是轻微 那么川普他在医院 有发表最新的声明 来说明自己的伤势 他说他感觉到有子弹 贯穿的他的右耳上缘 而且当下是有听到 呼哨而过的声音 所以他也知道说大事不妙了 那么可以看到 川普他被护送离场的时候 包含在右耳这边 是非常明显的伤势以外 他的脸颊部分 也是有一些血痕的 那还好川普这边 是没有太大的伤势 据了解他已经离开了 当时送医的 这个巴特勒纪念医院这边 他已经离开了医院 那么根据他的竞选团队 也表示说 在这个两天后 就是共和党的 全国党代表大会 那川普他本人 他也很期待 这一场在密尔瓦基 举行的全国党代表大会 因为就是在这个场合上 川普预计会受到 共和党的正式提名 那现在看起来 他也没有要因为 这一次的枪击的伤势 婉拒出席 或者是不便出席 还是会照样出席的 这样子的打算 那这样子的枪击事件 当然是震撼全美的 首先掌握到 就是一个造势场合 应该是很安全 而且是非常严格安检的地方 为什么还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呢 根据美国密集局的掌握 是说这名枪手的位置 是距离会场 直线距离约400英尺之外 那么距离大约是 121公尺的屋顶上面 他埋伏在那边 那根据现场的支持者有说 其实有一名民众 是有目击到 这名枪手是拿着长枪 在屋顶上走来走去 而且他当下有通报警方 但是这样的说辞呢 警方并没有后续的去调查 进而发生了这样子的暗杀事件 那美国的密集局目前 确实是朝政治暗杀的方向来调查 不过由于这名枪手 已经是被击毙 已经死亡的 那关于他的犯案动机 还有他的工具等等的 也还有待美国警方的调查 而且呢 现在看起来 川普这一方面呢 是有加强他周边的维安 包含在他最常出没的 纽约川普大楼这边 也会加强警力的配置 不过当然各方都是 谴责这样子的事件的 包含很多的国际领袖 像是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 英国刚上任的新首相施凯尔 都已经发表了声明 谴责暴力 那么他们也说 有向川普表达慰问之意 那现在是关于川普遭到枪击 我们掌握到最新消息 而对于川普预期事件 美国总统拜登也发布了声明 甚至说美国不允许这种暴力 谈话有哪些内容 拜登竞选团队将会暂停宣传吗 详情再交给慧云 好的确我们看到 在枪击发生后约两个小时 美国总统拜登 已经很快速的 在白宫做出了回应 而且他有接受 现场记者的提问 那关于这一场事件呢 拜登有怎么样的说法 我们马上一起带您更新掌握 Basso what we know now I have tried to get a hold of Donald He's with his doctors Apparently he's doing well I plan on talking to them shortly I hope When I get back to the telephone Look There's no place in America for this kind of violence It's sick It's sick It's one of the reasons we have to unite this country We cannot allow for this to be happening Mr. President Do you think there was an assassination I don't know enough I have an opinion But I don't have any facts So I want to make sure we have all the facts Before I make some comments Any more comments Thank you Are you worried 好可以看到 美国总拜登呢 他是非常迅速的 在这起事件发生之后呢 就在白宫做出了 简短的回应跟谈话 那么拜登是言辞 非常强硬的谴责暴力 还说美国根本就 没有任何地方 容得下这样的行为 这是相当令人作呕的 全美都应该要同声来谴责 那么就在拜登的谈话当中 他也表示 他希望可以很快的 来和川普通上电话 至少掌握一下川普的伤势 还有后续的处置 可以看到拜登阵营 这边是为求谨慎 现在有先宣布 他们要暂停所有的竞选 造势活动了 这是拜登阵营 不过看到这个 遭受枪击的川普本人 他并没有要暂停 他后续造势的打算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在7月16号 也就是台湾时间7月16号 预计要在美国的密尔瓦基 举行的共和党 全国党代表大会这边 川普还是预计 要来出席活动的 但是现在就来看到 其实各界对于这个看法 有这个事件 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包含是说川普 他到底在第一时间 获得的保护 是不是足够的 因为他还没有获得 共和党的正式提名 所以他享受到的是 前美国总统 可以享有的为安待遇 根据第一时间 我们从这个画面上来推估 至少有5名的干员 就是在台上保护川普了 而且他也是被护送 下场离场的 但是在护送离场的时候 可以看到川普 还是不忘要造势 甚至还手举拳头 非常的亢奋的 在喊着Fight 这个丁文单字 就是要大家开始战斗 所以看到现场的 民众的气愤也源 从原本的很惊慌 那瞬间也被鼓舞 甚至还不断的叫嚣 所以在川普离场的时候 就已经看起来 他的伤势是没有大碍 而且还是不忘的 持续来造势 但是就是在这一起 事件发生之后 他周围的维安 也会加强配置了 这是我们目前 掌握到最新消息 而且现在根据这个枪击案 包含了美国的密情局 还有国土安全部的官员 全部都已经着手在调查 就是要来追查这个枪手 是否还有其他的共犯 那也可以看到 这起事件确实 对今年的美国大选的选情 又投下了一个震撼弹 谢谢会员的详细说明 如果有进一步消息 也将持续带您来掌握 而驻美代表处 最新在X平台发文表示 强烈谴责今天在宾州 对川普的暴力行为 也为川普以及今天 参加造势活动的人祈祷 愿川普快速完全恢复康复 如果更新消息的话 我们将持续带您来掌握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